什么事啊 工作忙 鬼才会相信的 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想想看这个屋子里什么人不在啊 呃 佩玲哦 嗯 希望我猜错 跟我来 跟你出去比跟立方出去开心多了 是吗 嗯 那你为什么常约的出去呢 我老实跟你说吧 跟立方约会是在跟朋友打赌 打赌 打什么赌 立方这个女人冷若冰霜 如果我能约她一次就能赢五百块 不然的话我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跟她约会呢 你可不同啊 你可是热情如火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啊 一次又一次抢立方姐的男朋友 佩玲姐 你太过分了 你们误会了 你对她提姐姐吗 一直脚踏两条船 有什么好吵的 我有权约任何女朋友啊 什么事啊 昨天是立方 今天是佩玲 明天可以是小娟 后天呢 也可以是这位小妹妹啊 哎 你们全听见了吧 她是什么人 你们也该清楚了 她刚才还跟我说 约立方姐是为了赢五百块钱 你这是欺骗立方姐吗 哎 不能这么说 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她 把她出来玩嘛 何必那么认真呢 一群傻瓜 我在欢场中 混了这么多年 好的男人 我可能没见过 坏的 我见得太多了 立方是个好人 况且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他的 尤其是那些会伤害他感情的坏男人 当他认识了新的男朋友 我就会试试他们对他是不是真心的 可惜 他两次都遇人不输 那上次那个左先生有什么不好啊 哎 你们跟我来 谁打破我的玻璃 我抓得就要你的命 直接哪 谁打破我的玻璃 没事没事 进去吧 他几个是什么人 没事没事 进去吧 立方姐 这就是你那位神圣的男朋友 左先生了 这位就是他太太 还有他女儿 为什么打破先生 直接呢 什么人吗 左太太 你先生背着你在外面胡搞瞎搞的 没有 差点把我大姐给骗了 真的没有 以后要好好地管教你先生才行 没有 左志杰 我是冤枉的 对不起 佩玲 傻瓜 有什么好哭 别哭 别哭 对不起 佩玲姐 大家好姐妹 说什么对不起 那我是不是姐妹啊 当然是啊 傻瓜 我是不是姐妹 那还没说 那还没说啊